曲名ol 易記憤沉醉血河沖山 命令紅日帶兵遠行 風沙猛 彼此聲為猛 何看誰亦飆浸鬥爭 天上誰在林彥舉人 地下曾貴數千百人 為鳳鳥活鳥消失鳥 道陷也是遺憾 鳳鳥百年月 青飛三三等 不知當年雙影照 事敗落於仇恨 舊事無論野誰關心 也見凡事有喜有愁 兵具鐵電教師書鐵 又見勇紀錄風光 尾臣參見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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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別讓你失望吧 怎麼樣 朕想問你有問題 關於朕的為人, 不知道你有甚麼評價 皇上在滿清皇朝 在一個青年能貫英明君主 一向群政愛民, 心得民心 臣萬分陰敬 但是很多人在朕的背後 說朕不是個好皇帝 而你偏偏有... 為甚麼你偏偏對朕這麼忠心呢 回皇上, 尾臣成蒙先帝賞識 似我阻你機無 如今日得皇上, 毀而重任 微臣是很應該決心盡力 以報皇上知語之恩 那如果朕有一個問題 想你幫忙的話 不知道你會不會盡心盡力呢 皇上, 你有事儘管吩咐微臣去辦 就算是赴湯道火, 萬死不辭 朕聽到你這麼說, 我也很感動 算了...等朕考慮清楚 皇上, 你有事儘管吩咐 微臣一定不負所託的 你還是快去吳宮宮那裡 等朕考慮清楚, 再叫你進來吧 是, 皇上 微臣等了皇上的好消息 微臣先行告退 皇上, 雄城囚的人頭呢 沉 那你來幹甚麼 東姑娘, 朕來是想取出你的承諾 想不到堂堂一個皇上 這麼小的事情都辦不到 並非朕辦不到 只不過朕不下手 皇上真好有菩薩心腸 東姑娘 雄城囚是我們滿清的兩朝元老 而且立過不少陷馬功勞 對朕有忠心緊緊 你說了, 叫朕為甚麼拾得下手呢 那雄城囚一定很值得皇上的賞識 總之你提出任何條件我都答應你 只要你不殺雄城囚就行了 好, 不殺雄城囚也可以 不過就請皇上下聖子放了我 放了你? 就做不到 你既然可以放雄城囚 為甚麼不可以放我 東姑娘, 當你這樣也不知道 只要我見到你之後 根本就不能放棄你 既然如此 就請皇上拿雄城囚的人頭回來 他既然可以用小女之旅取悅皇上 他也應該付出代價 如果皇上真的辦不到的話 就請你以後也別來找我了 東姑娘... 對了, 紅大人 皇上這麼急召你進宮 到底是甚麼事 是這樣的, 吳公公 皇上這麼急召你進宮 皇上有一件事始終忘法解決 所以召眉神去跟他商量 但見到他的時候 總是心事重重 這件事始終我會說出來 召見吳公公, 紅大人 起來, 甚麼事 甚麼事 這杯酒是皇上賜給紅大人享用的 魅神借皇上賜酒 請紅大人享用 好 吳公公, 甚麼事 沒有... 吳公公, 這杯是甚麼酒 說吧, 是毒酒 我不喝 我不喝 你不喝就是曠子 我不會喝的 我不會喝的 你一定要喝的 我不會喝的... 我要見皇上... 皇上... 皇上... 為甚麼要死 為甚麼要死 為甚麼 皇上... 臣之吻從來沒有行叉踏著 我要非死不過 為甚麼要過著你說 你是不是很難言之人 朕這樣做, 逼已無來 皇上... 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但是敢死吧, 臣死不給我 皇上... 是否皇太后知道臣私自回擊 所以去賜臣死 如果是, 照你說的聲音 臣馬上死你了 不是 你這次不關太后的事 那為甚麼...為甚麼我要死呢 你不要再說... 你走... 你借主龍恩... 借主龍恩... 你借主龍恩... 你借主龍恩... 怎麼會有心情繼續彈下去呢 難道朕比你印象真差 沒錯, 是很差 因為你實在是令人失望 你不要再逼朕好不好 我越來越覺得你一點也不像皇帝 雖然我身為一國之君 但是有很多事我根本不可以作主 難道殺紅成囚 在背後也有人阻止你嗎 不是 我已經放走了他 甚麼?你放走了他? 那我呢?你甚麼時候可以放我走 不行, 就不能沒有你 冬姑娘, 請你原諒朕 原諒沒有?皇上 我看你還是好好回去考慮一下 冬姑娘, 為甚麼你一定要殺紅成囚 他任於千里之外呢 別再說了 等你有所決定之後, 再回來找我 冬少爺 鄭成功與復活, 在情河一帶擾亂 皇上... 皇上 走完了? 退潮... 請問皇上是不是不舒服 是... 朕有點不舒服 這個意思, 明天再談, 退潮 太后駕到 信義叩見皇媽媽 叩見太后 你們起來吧 謝皇媽媽 謝太后 各位請就座 各位親王、大臣 自從皇上執政以來 就委任你們協助處理朝事 但是你們沒有一個人盡到責任 皇上久未主持正事 以至朝事荒廢 而你們身為義政大臣 為甚麼不上就勸奸皇上 還有, 最近哀家發現一部分的奏章 未經皇上批閱 就被人絲蓋亂人分發出去 皇媽媽 皇上 難道你說沒有這件事嗎 是... 以後為了國家的正事 哀家會和皇上一起義政 所有的奏章 一定要經過皇上或者哀家的批示 才可以分發出去 大家請聽清楚 以下幾點你們要照著去做的 第一, 宮內的開支異常浩大 所以大家以後每年都要折散黃金四十萬兩 以作震災之肉 第二, 宮內的太監權力過高, 數目過難 就以明朝為例 因為太監為還, 以至擾亂朝綱 以後太監的數目一定要經過批准 而太監的官階不能高過四品 皇媽 既然現在沒有一件事都由來決定 我想這個意思也不需要走 暫時人告退 皇上 有勞和媽媽繼續主持這個意思 太后 不用管她 為甚麼你每次來都兩手空空 空性醜的人頭呢? 人頭人頭, 你真是會逼朕的 你要我不逼你也行 你一不就放我走, 一不就殺了我 要不然就有多自盡了 那些姑娘每個都是一樣的 真王媽媽逼朕, 現在你就逼朕 我不明白你在這裡說甚麼 太后家道 不明白 董姑娘, 你先避開 來吧, 讓我求求你 你先進去, 快點 為甚麼要避開他們 讓我求求你, 你先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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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兒叩見皇媽媽 皇上, 你剛才對著這麼多大臣的面前 究竟是甚麼態度 大清的江山掌握在你的手上 你可以任意發脾氣就一走了之了嗎? 你不要以為你是皇帝 就可以任作妄為 雖知道各有各法, 家有家規 過去你的所作所為 多少人在你背後說你的笑話 我都容忍了 我今時今日, 我不可以再忍了 我問你 你怎麼對得起大清的列祖列宗 既然你這麼不長進 今後朝政的事, 我就要干涉 我告訴你 你這個皇帝 我可以立得你, 可以廢得你 以後你就好自為之了 那些皇帝 我現在就好自為之了 那些皇帝 你怎麼會這樣做? 你怎麼會這樣做? 那些皇帝 你怎麼會這樣做? 你怎麼會這樣做? 不是, 鑽子也不會做 鑽子也不會做, 鑽子也不會做 那怎麼樣? 皇上, 你怎麼樣? 我先扶你過去 差點, 吳公公 好, 勉勵 吳公公, 我拿東西給你看看 這件寶物我從昆寧宮拿出來的 不錯, 多值錢 不過以後你們要小心一點 為什麼吳公公? 你們不知道嗎?現在趕由太后來聽證 你們再這樣偷下去 萬一被人發現會連累很多人 記住以後不要再偷下去了 是, 吳公公 蘇馬拉郭, 我也不知道為了什麼 其實在這個時候 我應該享受清福了 真是想不到 還要為皇上朝政的事務勞心勞力 太后, 你也是為了大清江山著想 太后, 凡事都不要勉強 你說我不擔心 太后把大清的基業傳下來 難道這樣就看著他毀於一旦嗎 福林又不生性 還要我出來維持這個大局 你說怎麼辦 算了 太后, 你還是不要這麼擔心 算了…我們走吧 太后駕駛到 太后駕駛到 參見太后 平身 謝太后 為甚麼今天不見皇上和鄭親王呢 啟奏太后, 鄭親王身體抱揚 不能夠上朝會議 鄭親王年老多病, 本應安居在家 可是本朝義事, 沒他又怎麼行呢 你快點傳哀家的口語, 宣他上殿 喘 王爺, 你休息吧 范先生 鄭親王 范先生 聽說你病了, 沒甚麼事吧 人老了就不中用了 只是老毛病而已 范先生, 請坐 好… 我看你只是操勞過步而已 多點休息沒事 范先生, 你有所不知了 近來皇上和太后略有不和 我們說人神者 所以更為國事操心 宮中又發生甚麼事 太后要出來干預朝政 皇爺, 你大人求見 是甚麼事 他說太后要你想朝醫事 立刻準備更衣 皇爺, 你不舒服就不要去 朝中無人 我雖然有病, 不去不行 好可怕 皇爺, 喝心湯 我先送她 我真的可以送她 他 Vou給你 我去送她 他在送我 靖親王都 叩見王太后 平身 謝王太后 靖親王, 你怎麼樣 實在是小毛病, 現在好很多了 看過太醫沒有? 看過, 謝謝王太后你關心 靖親王, 聽說皇上最近收了一個江南的歌記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 神不清楚 你是皇上的叔父 應該多點關心他才對 神知道, 神以後一定會多加留意 一會兒會議完畢之後 你去跟皇上說 愛家明天要去報恩子還神 叫他一起去盡鄉 我有話跟他說 坐 吃過水果 東姑娘, 真的很感謝時候走 對了, 為甚麼你會跟皇太后起衝突呢 既然不方便說, 那就別說了 是因為當時朕的正常私事 為甚麼他會這樣做 他說朕不認識了一個皇帝 連人也不認識 他或者這樣做也是為你好 為我好? 東姑娘, 你不認識他 他這樣做 對朕的自尊心打擊多大 朕雖然一國之軍 但是樣樣小受牽制 你說了, 當皇帝是甚麼意思 我以為當皇帝可以無憂無慮 想不到當皇帝也這麼多煩惱 你錯了 其實當皇帝跟當人差不多 有時候我就想過一些痴候之災 無謙無戒出家人的生命 皇上, 你身為一國之軍 身為國家蛇跡 怎麼會有出世之上呢? 參見皇上, 鄭山王求見 是 董姑娘, 這本老唐給我好嗎 你呢? 快點 鄭山王 神叩見皇上 免禮, 謝皇上 皇上, 你的手 我一時不小心弄傷而已 皇上, 太后明日要到報恩寺還散 太后吩咐微臣來通知皇上 你要一起進香 太后想從朕尾進香 是呀, 皇上 朕尾 皇上, 你們始終都是兩母子 有問題的可以慢慢商量而已 太后的心意, 神就最清楚了 自太宗逝世之後, 太后就一心為你 如果大家有誤會 可以明天到報恩寺 大家解釋清楚就可以了 不需要放在心裡 鄭山王 朕一定要去 是呀, 皇上 那好, 朕聽到報恩寺 皇上 皇上, 臣不舒服, 想先行告退 好 走 皇上, 你明天真的要去報恩寺 是呀 好 但是, 你的手 如果不去的話, 她會習慣我的 菩薩在上, 保佑我大清江山, 郭泰文安 保佑我兒福臨, 從今以後生性做人 改過前非, 努力尚盡 成為我滿清皇朝, 英明君主 南無阿利陀佛 佛祖在上, 弟子福臨, 誠心祈求 保佑朕皇媽媽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朕今後, 決罪除皇媽媽之命 重新改過, 力求尚盡 以自覺自問為己任, 南無阿利陀佛 皇兒, 你的手傷成這樣 有沒有趙太醫來幫你看一下 母后, 看過了 你傷了手, 為甚麼不通知母后呢 臣兒看見傷勢不太重, 所以不敢驚動你 還說傷得不重 不行了, 蘇馬拉姑 從明天開始就由你來照顧皇上 遵旨 皇媽媽, 不用了 臣兒會照顧自己的 臣兒會照顧自己的 那好吧, 我們回去吧 太后起的 走 皇媽媽, 臣兒悶了幾天 想到處逛逛 這樣也好, 你就在這裡散開門 要小心自己的身子 要小心自己的身子 朝廷的事, 你暫時都不用管了 沒有後會處理的了 知道嗎 誓也知道 我會知道 那時候要小心 那時候要小心 你不要緊 你不要緊 我會覺得 你也好 我會想到, 帶你去 我會想到 那時候 你會想到 你也好 你會想到 我會想到 我會想到 你會想到 師父 陳真參見皇上 師父, 請問你主持玉琳拜師在嗎 回皇上, 師父在船房睡覺 不知道會不會破例通傳一聲 朕很想見他 師父進了船房的時候 是不准任何人打擾他的 師父, 朕是遠道而來的 為了會破例之劍朕呢 真不好意思, 貧僧不敢打擾師父 師父, 你儘管通傳一聲 如果主持有詐詐於你的話 朕遠也承擔一切 既然如此, 就請皇上跟貧僧來 有勞, 師父 皇上, 請稍等一會 師父, 皇上求見 請他進來 是 皇上, 請 請他進來 召見大師 皇上今天來找貧僧, 不知道有甚麼事 大師, 弟子的怡難, 覺得很困難 希望大師知道如何 你說吧 可惡 究竟我是誰 我是誰 誰是我 都是人長的 就好像要來就來 要去就去吧 別只覺得做人很煩 也不知道怎麼協調自己的情緒 正所謂人生如霧 萬事都像過眼雲煙一樣 又何來喜怒哀樂之有呢 佛與幽魂 妄念如生 妄念弱性 那是甚麼意思呢 大地山河 妄念如生 妄念弱性 就像一個人在夢中一樣 要有就有 妄念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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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妄念如生 妄念如生 如果你是有緣的 你覺得很淺白 皇上 妄念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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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師但以誠心向佛 希望大師指點 礙一方脚 你隨時都找黃泉 大師 豈不像弟子一個花花 貧僧現在就贈你一個瘋子 瘋子 瘋子有個解釋 那這一點 貧僧就要你自己去領悟才行 謝謝師父 慈者 葉日 內是糊塗 去是迷 來去昏迷 總不知 不如不來 亦不許 亦無歡喜 亦無悲 未曾生我 誰是我 生我之事 我是誰 長大成人 方知我 合眼朦朧 又是誰 甘願不來 亦不去 來是恩喜 去是悲 每天請問誰苟悉 空在人間 走一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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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你有出世之想 沒錯, 暫時有出世之想 皇上, 你身為九五之尊 為甚麼你要這麼想呢 朕雖然是個皇帝 但是朕覺得做了一個皇帝 實在太束縛了 我記得那天去寶恩寺裡 玉林大師跟我說了一番話 朕聽到之後 實在有很大的感觸 玉林大師跟你說過甚麼 他說人生如夢 何來有喜怒哀樂呢 但是朕到現在 根本不能派出這四個詞 皇上, 大師是出家人 四大佳空 都已經沒所謂喜怒哀樂了 但是皇上你不一樣 你總是世俗之人 是呀 不錯 朕的確不一樣 朕始終是世俗之人 是呀 聽說洪情愁 在江南回來 帶了一位漢女送給王Sir 這位漢女 是有名的歌姬董小婉 董小婉 有人說董小婉 在江南已經死了 又有人說董小婉 已經入宮 甚麼 師朝規定 除了滿蒙少女之外 漢女是一蓋不准入宮的 寧總管 你馬上找人去守宮 假如發現漢女的話 立即拉出去斬 露才尊子 等一會兒 愛戒要自己親自去 我一定要守個水落石出為止 太后, 不如你休息一會兒 等我派人準備好一切才一起守宮吧 是 參見鄭親王 蘇無賴姑 到底有甚麼事這麼緊張 你出去吧 是, 王爺 好 鄭親王, 這次不得了了 聽說皇上藏了一位漢女在宮內 現在被太后知道了 她很生氣 還說要親自派人去守宮 如果真的守出漢女 她就要當場被處斬 而皇上也難辭其罪 你叫老夫現在怎麼做才行 鄭親王, 你快點想辦法救皇上 太后那方面我會拖著的了 好呀...你馬上回去再拖著太后 我馬上找皇上 怎麼這麼久都不回來 太后請起嫁 鄭親王 鄭親王, 鄭親王 這麼久沒見, 鄭叔婆在哪裡 鄭親王, 你跟我來... 鄭親王, 你拉她去哪裡 皇上 鄭親王, 看得這麼入神, 看得甚麼 一幫佛學經書 但是鄭看得看得不明白 難道鄭就跟佛無緣 皇上既然有心向佛 已經跟佛有緣了 是, 鄭最近心境比較平靜 而鄭想清楚, 董姑娘 我打算送你回港了 皇上, 你說甚麼 你真的有心放我走 是 朕和你貪予相處這麼多人 都已經算是有緣了 謝謝皇上的恩賜 請受小女子一拜 起來... 皇上對小女子的大恩大德 我永世難忘 其實說我們有緣 根本就沒緣 是, 董姑娘 朕有不情之情 我會想請過 不知道你能不能離開之前 為朕彈一曲 當然好意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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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不得你生了, 皇上 靖真王, 甚麼事 皇上, 太后現在已經派人 親自進來守漢女 究竟有沒有收藏漢女 皇上, 你不要隱瞞我們 對了, 如果太后來到 微臣兩位不能夠幫你忙的了 靖真王, 你幫皇上 皇上請放心, 太后如果來到 微臣自然有辦法應付的了 來, 保證大人, 我們進去 太后先生 靖真王 臣熱叩見皇媽 起來吧 就是皇媽 皇上, 聽說你藏了一個漢女入宮 到底有沒有這樣的事 皇媽, 這些謠言 不知道在哪兒聽回來 謠言? 哼 近日你變了很多 你看看你 整個房間都寫了這樣的事 很好一個皇帝你不去做 學佛學 皇媽媽 神義多讀佛學 我並無不可 我不跟你作口舌之爭 我今天來的目的是 要搜查漢女 究竟她在哪兒 皇媽媽, 不知道你所說的漢女 是哪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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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堂的人出來 李朗 superfic 扣見太后 少女子, 叩見太后 鄭春, 為甚麼你會在這裡? 回稟太后, 臣与惡食大人 剛才與皇上喝酒閒談 你們起來 叩見太后 這是誰? 啟稟太后, 她是神的小女董惡事 為甚麼你女兒會跟皇上在一起? 啟稟太后 皇上, 原來皇上和小女已經認識了一段日子 如果不是皇上照見陣 我也不知道這件事, 請太后恕罪 皇上, 你是不是很喜歡董惡事? 是 太后, 既然皇上認識董惡事一段日子 而且還喜歡董惡事 請恕微臣大膽為皇上作夢 請太后承傳他們 好, 岳將經 既然皇上是喜歡你的女兒 那你就回去準備一切帶她入宮 謝太后拆風 謝太后拆風 既然也是由鄭親王造媒的 我就封你為董惡妃 謝太后 起來 皇上 本來我是聽說你藏了一個漢女入宮 結果是誤會一場 不過你不可不知 我們大清的祖禮是不准漢女入宮的 是 我希望皇上你下一道御子 提醒一下那些人 以後如果有發生漢女入宮的事 就一律斬頭示眾 臣兒終止 我們回去 太后起嫁 臣兒 臣兒 恭送皇阿嬤 臣兒 多苦力 太后 靖親王的病情如何 ella只要身體虛弱 由於疲勞過度 要休養一陣子才行 我出去給他打開藥法 有勞太后 謝謝董岳妃, 偷望神的卑鄭親王 你千萬別這麼說 你上次救了我, 付出不少精神 我也不知道怎麼感激你 神只不過是盡做人的本分 靖親王, 你對我有如再生父母 將來有甚麼不是, 請你多多提點 董岳妃, 你太客氣了 其實你生長於江南煙花之地 但你又和信、溫柔, 才智過人 皇上得到你去做的妃子 是皇上的幸福 你過獎而已 其實滿漢兩族根本就沒有分別 據神認為由哪一族統治都是一樣的 最重要的就是有一個英明的君主 皇上以後的特色就寄亡於你身上了 希望董岳妃, 你要好好的扶著我 皇上以後終日, 如是高溫 我心不忍受苦 能共你一路, 才是我要歎 皇上以後終於是小社會 皇上以後終於是苦的 皇上以後終於是 bar